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宇凤行 蜡木养子将饰演先界第一美人 还是赵丽颖情敌 赵丽颖和林更新二人 主演的宇凤行刚刚官宣开拍 就引起不少网友的关注 可与此同时 也由网友爆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消息 那就是在这部剧中导演的悬角实在是让人感到有些迷惑 赵丽颖本人出演的是女王爷 也是这部剧中的一号女主 和她有着很多对手戏的女 二则是先界的第一美人 而这个角色导演竟然交给了蜡木养子来进行出演 更为离谱的是 饰演赵丽颖母亲竟然是女团组合成员宣录 很多人纷纷感慨是不是把宣录和蜡木养子两个人的角色弄错了 这样的奇葩悬角真的好吗 就很多人都感觉由赵颖出演的电视剧都会是精品 算是在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引起人们的注意 让蜡木养子出演一个适合他本人形象的角色 也算得尚是情有可原 但如果真的出演先界的第一美人 不仅对这部剧的风评不适 而且让人一笑大方 蜡木养子最近可以说一直处风口浪尖上 一手好牌被打得稀烂 最近蜡木养子在各方面可以说是口皮大塌房 从综艺桃花物到电视剧《我叫刘金凤》 再到票房二十多亿的电影《独行月球》都陷入了网络争议 出演的《独行月球》被指责毫无的演技是电影败笔 《我叫刘金凤》更是又火又黑 一开始凭借不错的剧情和搞笑的风格 从一众网剧中杀出重围 结果没想到刚播没几集就被网友抵制了 主要还是因为该剧《以窝代华》 明明是一部中国出品的电视剧 背景设定也是唐朝 但服装道具是参考的日本服饰 有些还不是参考 已经达到了照搬的地步 蜡木养子的几件戏服就是照搬了日本的传统服饰 这件事还引起了广电的注意 发文明确要求国产剧还是要 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和元素 不要盲目模仿外国 但剧组对于此事一直没有回应 反而是加快了更新速度 还将剧名改为泰文 繁体 法语等多种版本 字幕却用的是英文 被网友吐槽是完了一手遗花揭幕 然后在大结局播出后没多久 平台就下架了整部作品 估计剧组觉得作品下架就已经没事了 整体上来说与凤杭 不管是悬角还是浮化道 都完全满足了观众们对仙峡谷偶具的审美需求 赵丽颖 灵更新二大与凤杭更是让不少观众满分期待 就冲着赵丽颖跟灵更新两位主演 这满分的状态 该剧也是值得去期待的 就连海报都拍得超有艺术气息 吹烟集 暮色浓 潜入红尘梦一生 海报上的文案也十分符合整体氛围 这部剧绝对算上精心制作的好剧 那为何在悬角上会这么蜡木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